大家好我是豆妈 今天用紫薯做好吃的 去皮紫薯4个切成薄片 上锅蒸熟 取出倒入盆中 加两勺白糖压成细腻的紫薯泥 紫薯泥有430克 放5克酵母 分次加入430克面粉 和成面团盖上饧发 另取一个盆倒入430克面粉 多次少量倒入化开的酵母水 搅拌絮状后下手活成面团 盖上饧发 面团饧发好了 取出揉搓排气 面要多揉一会儿 蒸出了馒头表面光滑 口感尽到 擀成薄厚适中的大面片 大约硬币厚度太薄了 层次不分明 太厚的话不好卷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白面团也像这样擀成大面片 刷一层薄薄的水 刷水的目的是 让它们能更好地粘合在一起 然后把直属面片 铺在普通面片上 刷一层薄薄的水 像这样从一边开始 向另一边卷起 滚圆成纸桶最好 卷好以后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 二次饧发20分钟 开水上锅蒸15分钟 关火焖5分钟 哇太漂亮了 个个蓬松暄软 颜色好看 层次分明 吃一口还有直属的香甜 平时孩子都不吃馒头 换个花样做 一顿能吃两个 快安排起来吧